在那里 深邃又吸我的心 我就在那里 有飘荡荡 爱有时不高有时低 追着我相见每一天 曾经我放纵相守 到最后无处解脱 越心痛就越快乐 越想快乐 越寂寞 也许明天 没有谁陪我走过 想去找我 也许明天 还有你陪我开始 直到最后 还以往无际 我在那里 也许明天 没有谁陪我走过 也许明天 面对表现突出的劲敌议会 向来缺乏自信的证明 能赢得胜利吗 前面有好几场 然后都找不到状态 后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刚到台湾哪 随所不服 或者其他的原因 然后一场不如一场 每次都流迹 让我的信心完全没有 直到后来就绝望了 所以我就给工作人员 申请写信说 我想退出星光大会 然后后来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来鼓励我 安慰我 让我慢慢找回了信心 我又回来 马上就是最残忍的 一对一的对抗赛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等你一定要加油 而且这一次我选的歌 也是我的好朋友 一起帮我选的 所以为了我的朋友 为了我自己 我一定要好加油 听好吧 听起六晚上 哪儿都不想去 夜幕放睡 看着电视机 持续在发呆 喝了气氛醉 闭上了眼睛 试着不想你 但依赖不停 忘了如何让眼泪 停止流下 还好没人看到 没人会说谎 星期流声夜 我想起了你 没什么特别 只是回忆 你让我自由 我很感激 星期流声夜 星期流声夜 永远不会有任何人 能代替你 这就是遗憾的滋味 陪着我心远 陪着我心远 陪着我心远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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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会面带微笑 陪着我心远不离 陪着我心远不离 那我先讲一下议会好了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很熟 因为正好那个时期 我在华纳担任音乐总监 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 这张专题是阿妹 在他人生当中 我觉得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时候 他完成了一个作品 那他其实呈现的是一个 对生命对未来的一个 一个出口的一个寻找 所以他应该有很强烈的一个 所谓的挣扎感 那我觉得议会 你的声音其实蛮适合唱这样的歌 其实从头一进来 我觉得有一个这样 感谢观看